接下来呢我们教一下这个藏线的方法 那磅针的话我们通常会在支的时候呢 会知道差不多的距离的时候 请你们留15公分左右 然后新线直接拿起来支 然后将来在背面藏线 作品背面藏线 可是勾针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种方法是边勾边藏线 所以通常会将新旧线稍微打一个双平结 把它先固定 然后呢我们会边勾边藏在这个作品的里面 好那怎么做呢 那现在就要来看咯 通常在这个部分啊 我们现在这边要勾一个锁针 这两条线先离好 锁针还是自己的锁针 织完以后 好转一圈要勾长针了 转一圈勾第一个长针 织完的时候 这个线呢 请你从前面绕一下 从前面这里过来 好从前面这里过来 然后经过它看到没 从后面再看一次哦 从后面 好接线在后面 可是因为那一面是正面 这边是背面操作 所以要把线从这里绕过来 绕到前面来 然后呢绕过你要织的这一条线 再把这个长针做完 好再一次 转一圈 还是勾自己的不理它 做完第一个以后 第二个 由后面拿到前面 绕过它 好 再把它这个做完 第三针转一圈 先勾自己 先过两线 线呢从后面 这个尾线 从后面拿到前面绕一圈 放到后面去 好把它做完 然后呢 线呢 我们如果是正面做的话 线是从这里往后绕 那如果因为是在背面操作 所以是从线 要往 往我自己这个地方绕 往背面的地方放过来 然后勾间隔的锁针 好 边边针 好到边边了 边边针这个地方是两个长针 所以转一圈 转一圈到这边 好 找出边针的位置 勾第一次 线头 绕一圈 放到后面去 好 放到后面去 因为线会越来越短 越来越不好捏 所以稍微 捏紧一点 一次 好 调整一下 把它拉一下 好 再来做第二次 好 因为这个是在背面操作 所以通常会不是那么的顺手 不过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慢慢做 不要急 把它绕到后面去 好 然后呢 你再来勾 好 回到正面的时候呢 操作通常因为手顺的关系 我们就会非常容易做了 今天要织三个锁针做高度 一开始起针三个锁针做高度 所以是一 线 与线跟你的 要织的这条线去缠绕 二 三 跟它沉绕 好 要来勾长针咯 好 这个线 做开 好 转一圈 针目下 有来的位置下去 勾进来 这个线直接倒过来 好 再做花咯 它是三个锁针就一次 两次 三次 好 做长针 转一圈 回到头顶的这个位置 一个 两个 好 要勾好哦 好 把这个歪过去 全部一起过 好 再来勾长针的部分 这里有三针哦 所以这边有三针 要把它勾好 来 一个针 因为这三合一 所以要 两针 第三针的时候 好了 以后要全部一起收的时候 这个线 刚刚勾这两针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线 弄到前方来了 等一下哦 线是在后方的 好 现在要过来的时候 把这个直接压过来 包住它 有没有看到 直接压过来 等于包住它 全部一起收 好 再来 还有三个锁针 一 跟它绕 二 最后尾巴咯 越结束会越不好捏 因为线会乱跑 三 好 转一圈 回到头顶 一次 两次 好 这个头顶 这个针 把它再歪过来 好 再歪过来 把它捏住 指甲轻轻捏住 全部一起过 好 换做这边 做下一个花 所以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全部一起过 好 同学可以发现 几乎看不到你的长线 好 几乎看不到线头 所以你看 老师其实这个作品 做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用了 我们准备的是八颗线嘛 那这个是第三颗 好 一 二 三 我们已经用了三颗线了 照理说我们应该会有 会有三个线头啊 可是你看 整个作品 从起头的地方 还有一个接线之外 整个作品 其实是看不到任何一个线头的 正反面你都看不到 好 钩针比较好玩的 就是好玩在 它可以边织 边钩 边长线 好 只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 顺着针目转 好 顺着针目长 短针的部分很好长 通常碰到花样的时候会不太好长 那就切记就是说 你要弄清楚正反面 因为如果只会 只会跟这一条线去缠绕的长 长线的时候 线会在后方 可是别忘了 因为这是正反支 正反支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线要藏到你的 如果那边是正面 你必须把线藏到这一面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圈支 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做到领口的时候 做到袖口的时候 甚至是下摆的时候 是轮着支的时候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全部是向后绕 好 用你的线 就是接线的线头的部分 跟这一条线 不断的跟它绕 跟它绕 跟它绕 绕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藏过去了 好 下一次再碰到下一个接线点的时候呢 老师还会再拍一次 所以同学不要紧张 我们可能会碰到好几种 好几种不同的针法 那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的长线的方式 那每一次都会示范给同学看 大家加油 继续做吧 好几种